我們來看這一題 已經知道f of x 等於根號3 sin x 加 cos x x 是介於0到2拍之間 當 x 等於a 的時候 f of x 有最大值b 是求ab 的值 那從這裡啊 這一坨 怎麼變這個顏色 今天怎麼顏色都不是我喜歡的 從這一句我就可以知道 它叫做 正於弦函數的疊合 好 這就沒有辦法 就是做習慣你就會知道啊 好 那你看這邊 sin cos 位置是對的 然後呢 我就要想辦法讓它變成什麼 sin x 打 cos 打 加上 cos 打 嗯 我怎麼兩個都寫 打 然後呢這邊是 sin 位 這樣 等一下我們就要想辦法讓它變成這樣 好 這就是疊合 来这边 这个sinx就是我们的sin系达 那这个根号3 就会是我们的cos y 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要想办法要去这样子 把它做转变 好我来转了 转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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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f of x呢 等于什么 根号3的平方 加 你说这里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是1啊 所以根号3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叫做4 好那把它开根号 所以这里呢我就乘上一个2 所以就会得到一个 2分之根号3 乘上sinx 加上2分之1 乘上cosx 好那我们刚说的我要想办法变成红色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把位置换一下 来sinx你去前面 那啊这个2分之根号3就是我们的cos y 啊它到底是多少 2分之根号3是几度的cos 30度啊 所以我这里就是cos30度 然后这里呢cosx写来前面 然后这个2分之1呢就是sin y 所以就是sin 30度 收起来 所以就是两倍的 sinx加 30度 然后呢我们的x的范围把它补上 ok 然后题目问你说 f of a case有最大值 那sin什么时候有最大值 sin的最大值在哪 是1 什么时候会有1 当这个角度 什么 嗯 哦我讲什么 好啦我笑场了 sin 是达呢 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负1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有最大值 就是当这个角度呢 它是属90度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要等于90度的话 x呢 就是60度 可以吗 所以 x等于a的时候 所以这里 a 就是60度 那最大值是多少 刚说啦 sin的最大值就是1嘛 所以这里是1 两个1 所以最大值 就是2 所以我的b 就等于2 a呢 就等于60度 就等于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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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